这节课因为按照我们大课程大纲的规划来讲 就是前 所以说你看在前沿介绍之后 就是我们开始从我们的项目的最原始点 原始端最原点 就开始接触 最原点是什么 我们在公司团队里面 你的最原点 你的这个产品的70点 是在于我们的需求 在于我们的产品经理提出了一些 业务需求 一些产品需求 还有一些产品文档 当然这些需求点来说 可能会来自于不同的方向 但是我们普遍认为 就是统一 统一点来说 就是原则于我们的产品文档 所以说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来讲 就是课题就是从需求分析开始 从我们的需求分析 然后针对我们项目 这个参加沃士的APP来说 我们想要做到的效果 上节课的前沿里面我们有介绍 大概要做到这个类似 类似这个H5的这个效果 做成一个APP的APP的一个形式 然后有一些功能划分点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要做的是有一个首页 首页里面有这几颗模块划分 然后有我们的课程 然后有学习中心 有我的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些东西去分析 如果你是在公司团队里面 你会知道你去做开发的时候 你肯定去先去 我们会有一个产品需求评审会议 对不对 你会和我们产品经理去通过我们的产品文道 原型图去沟通我们的这个 怎么说 沟通我们这个项目需求任务逻辑 然后你做一个你的个人技术评估 最后你会拿到每 差分成各个任务模块 然后去评估公式 然后由我们的项目经理去统一的去 安排我们这个开发进度 然后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技术 技术开发了 所以说我们这一步在做需求分析的时候 你应该就是说在对接我们的产品经理 对接我们的产品文档 当然我们这里面只是给大家演示 所以没有一个产品文档给你看 只是说这个需求是这么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APP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其实也更像我们在一些小公司团队 小团队里面 可能有些你的领导直接跟你说 或者他给你很简单的一个图 或者一个文档 一个设计稿 让你去做 当然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后面我们通过代码去学这些技术点 前期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让大家需要去了解的 去分析一个文档 好 这块我的模块 这个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讲就是我们分析这个产品需求 和这个做一个功能化分析和技术点的选行 这一刻的主要内容就是这里 然后你看我们在这个APP的demo 大家首先你第一眼看到 你看这里面需要什么东西 对不对 肯定需要接口里面 需要一个用功数据 这里面就需要有个登录功能 对不对 你要知道有这些东西 然后像这些意见反馈 这个不重要 无所谓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去 他是接一个H5的 或者是接一个其他的意见反馈 这个拼团 我的拼团 我想学的课程 这肯定里面都是各种列表的 你要去 就是我们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你看做这哪些东西都是什么 当然这个就是因为我的课程里面没有数据这些东西 像这下面四个type 这个东西在如果让你去做的话 你又去去用什么做 当然可能用一个空间 或者有的也可能用最原始的方式 使用什么read group之类的 你用什么实现都无所谓 这是一个实现方式 当然我们现在肯定要用最新的方式 到时候给大家说 我们用用个Metal Design Tool 2里面的一些组件 然后像这个里面肯定是一个bottom navigation view 加上一个view page 对不对 但view page也好 或者直接加fragment也行 这都是你的实现方案的去选择 但是你心里要有一个概念 你要知道我拿到这种东西 这有点类似于微信吗 类似于微信的那几个工程界面是吧 我要怎么去实验 但这里面没有说它要滑动 没有说要去从这个课程滑动这里面去 而且它是在这个里面有个滑动 看到了没 所以说我们要实现的就是 这个底下的一个bottom view bottom navigation view 在上面一个view page view page里面 嵌套了各个四个fragment 大概你要有个认知和了解 然后看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其实是一个用户信息 这里面有个 也是一个切换的 所以这个是用一个什么空间 你自己可以看去决定 我们可以用table layout也好 或者是用一个readgroup也行 或者你就写两个button都无所谓 这是一个实验方式的问题 只是说到时候看 我们肯定要用最新最稳定 而且是最简便的方式 其实新不新不重要 是最简便的方式 去实现这种效果 这下面两个肯定是一个 你可以用fragment里面 嵌到recycle view 对不对 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列表形式 然后你要划分这个文化认知 然后我们的课程 课程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可以滑动的列表 大家你可以注意到有这一点 有下拉刷新 对不对 有向上滑的时候 你会注意它这个 其实因为这是h5吗 h5这个是因为 我们用的chrome浏览器的东西 大家可以不用去管它 然后但是你像这上面 这个table 这几个table其实它应该是 有安卓大数据 AR passing 其实它这个应该不是写的 对不对 它应该是动态从接口配置的 然后还有这几个像这样 这几个筛片框去怎么实现 你用那个sprintlender也可以 你自己写这个power window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你要大概知道自己应用权的 自己心里有个技术实现方案 在心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说的 有一个接待派口免费课程 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都是我们官方的 这正就是正式的一些所有数据 这个是h5的正式的 你要知道像这个每一个table切换之后 像这个下面应用怎么样方案实现 用view page对不对 view page加fragment去签到 你要知道我们用fragment用多的话 你会导致你就会可能会 你去管理各个fragment的一个状态 它也是个需要注意的点 对不对 你像以前的时候 我们有fragment manager 你去各种head 或者是show再加上什么replace 那种fragment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 这个生命周期相关的问题 这都是你在开发过程中 会需要注意的事项 注意的点 尤其像这个在这个app来讲 我们目前来看到首页这块里面 就课程页和首页这两个 是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 对不对 这几个类型的切换 然后各个筛选条件 排序方式 这里面有一个纯粹业务逻辑的 方便的一个点 需要大家去注意 还有在首页这块 首页你看 首页这个列表 这个可就是H5内部的了 不是Chrome浏览器的问题了 内部你看这个是搜索 这是几个type type切换各种fragment 对不对 然后这外面也是 有个概念 像这个列表 首页推荐这个列表里面 你看首页是个banner 顶部是banner 中间是什么就业班 新上好课 而且它是不同的一个布局方式 而且是个分组式的列表 所以你这个实现方案是怎样的 你用一个纯粹业务逻辑里面 要怎样去实现分组 而且分组之后 它又不完全是这种 竖着的列表形式 对吧 它到这边 它又还有这种横的列表形式 所以你这个界面 要去怎么实现 你自己心里 你在去做 需求评浅会议的时候 你都要有一个 有个估计 对不对 你像这有点类似于banner的感觉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技术点 是你要知道 去怎样去实现这些东西 像这边都比较简单了 只要frogment前套一个列表 对不对 就没啥特别的 而且它这个刷新 你看到是刷新整个首页 不是说针对刷新 是下面这四个显摸块的 这里面整体来讲 首页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 知道我们分成这几个模块 我们会要用到一些什么 bottom这些view组件 view配件 fragment这种交互 再加什么banner 还有recycle view 你会知道有这些东西 还要知道我们要用播放 播放的话 你应该会想到 我们要用一个 可能会用 肯定会用第三方 这个开源的 比较好的一个视频播放器 这个插件 或者一个库 是不是 你要知道我们的需求 你大概知道 但是你如果要做过这块 你还知道 你如果没做过呢 没做过 你让你去 跟你自己的任务 进行评估时间 你怎么去评估 你的公式 因为作为一个项目 管理的话 项目经理 他们肯定会要知道 你做某一块任务 每一个东西 大概需要耗时多长时间 而且你做的 这个能不能满足 这个实际需求 会有没有 这个延期的风险 或者你这个 稳定性 bug性 会怎么样 然后他们要肯定 你在公司里面 人家会保证 这个项目进度 是有一个项目 deadline 它有一个就是发布 上线日期 这所有东西都是 你的个人对这个需求的评估 以及对你自己公式的把握 还有对这个 你做的这个代码质量的 对这个效果的 稳定性的这个东西的 一个把控 都是会影响到这个项目进度的 所以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的 当然我们的课程 最主要的原因点 是大家要去学习 这个技术点 我们这个 这节课的内容 还是给大家 讲这个需求分析的时候 你要去 注意怎样去 怎样去从我们感官上的东西 去看这些东西 看我们的模块 去了解它背后的 这个技术实现 这是我们前面能看到的 界面性的东西 如果像这个 刚刚你们也看到 退出动物 这里面你可以知道 要有我们一个动物逻辑 对不对 而且刚刚说到这里面 要有一个播放 有一个播放模块 要有我们视频播放东西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东西 这是从我们最上层来讲 就看到这些东西 如果你还看我们的后端的呢 我们后端 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 你要去登录的话 我们的接口 其实有些东西 有了这些东西 你在开发过程中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 你想要什么 后端就能给你什么 或者你想要什么数据 别人就一定能给你得到 什么样数据 这个是未必的 对不对 无论是我们在小团队 还是在这个中大型团队 公司里面 你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尤其是你在对接 第三方的问题 第三方的时候 你想要的数据结构 未必是人家接口 给你吐出来的那种数据结构 对吧 而且你想要的接口 未必接口 人家对方就一定有 所以说 这边是想实验这样的效果 然后我们需要看到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接口方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所以说你这里面都要去看 这个问题点了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API 首先要对我们的 你要做这个API的接口 大概有个初步的了解 对不对 我们有需要 看吧 我们需要用户信息相关的 然后我们需要学习中心相关的 这其实也是属于用户相关的 一些他的学习的列表 他已够的课程的数据 还有这个 这个是与人员无关的 对不对 与人员无关的一些数据 然后这也都是与这个 你登录台无关的 与员工 与这个用户客户 学员登录无关的一些数据 所以看我们的这个结构 接口 大概有哪些东西 有分线模块 跟我们页面配置相关的 课程相关的 用户相关的 其实这些东西都无所谓 都还好 只要你去 你去用的时候 你去登录就行了 对不对 你去这个实用 实用就行了 但是 你在项目团队 你做开发应该知道 他这个接口对接 它是有一点规则的 并不是说你去 简单的直接去请求一个URL 就能够拿到数据的 尤其是在一个对这个数据安全性方面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接口里面 我们肯定要注意好多问题 像比如说像这个里面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 看一下我们这个API 接口设计的问题 我们的接口设计 其实它里面用了几方面 接口吧 两个方面吧 像我们的这个数据 我们是肯定要 用户登录 登录后有个登录态的保存机制 有个Token嘛 Token其实你登录的时候 我们要从你的前端的请求 发起请求到我们服务端 它会做一个请求合法性的验证 验证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些验证机制 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了一个签名验证 签名验证里面会给我们的这个 每一个开发者 提供一个APPK和APPID 当然对我们学院来讲 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其实就是固定的了 APPID和APPK都是固定的 通过一定的规则 然后将我们的请求数据 比如我们用的是get请求 还是post请求 对不对 请求你会有请求参数 将我们的请求参数 拼植按照一定的规则 我们这里面所谓的一定规则 就是按照字母的askma顺序 去排序这参数 进行拼接成一个sroom之后 然后再得到了这个sroom拼接后的 加上我们的key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时间 时间绰字符刷 进行拼接好之后 然后进行一个通过一个加密算法 或者我们会去MD不值 然后得到一个签名的key 然后按照这种规则之后 拿到这种东西 才会让我们的请求 heider里面会有对应的参数 然后到我们的服务端去通过经营验证 它才能保证我们每个请求 它认为是合法的和安全的 这样是说白了 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后端接口的 这个服务器的这个安全性 防止不必要的攻击 因为我们就参加国的服务器 就是在不停的受到攻击 当然这个不只是参加国 就是说你在这个项目团队开发过程中 你真正的业务服务器 都是要有一定的接口安全 安全这个规则和这个机制在里面的 这刚刚说的是一个点 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请求的 请求的参数里面会做了一个 加密的三个教验 去拥有服务器的认证 当然回来的数据也是加密的 我们回来的这个数据结构 大体就是这样 扣的Messing和Data 主要是Data Data是经过我们服务端 强务端约定的一个加密规则 加密规则 然后然后最后加密成功 然后再做个Base64编码的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我们的解密方式 要是用AES这个非对论加密 拿到我们这个APPK 我刚刚说了 我们这里面每一个开发者 他会给你配备一个KickID 我们学员开发这个项目实战里面 APPID是固定的 APPK也是固定的 后续我们在做这个项目架构的时候 会给大家这个去怎么去演示 这块逻辑的实现 还是稍微有点 有点逻辑复杂性在里面的 他会做AES加密 然后会取你的MileKick的前16位 然后选择某种模式 然后进行去解密 去解密我们这个Data数据 这样他会拿到你每次接口的全球 这个稍微扯一点有点额外化了 就是说可能好多时候我们的学员区分HTTP和HTPS 这个理解可能不够透彻 这里面就说多一点 就是凡是你想安全的话 必然会影响你这个效率 对不对 因为你做了很多的这个安全的教验和加密和处理 它肯定会影响这个交互的效率和速率 这节课就是简单给大家讲了这一点 这个需求的这个分析 分析就是分析 从我们能看到的有型的一些文档的东西 去分析我们的功能 大概你心中有数会有哪些技术点 你要做这个产品需求会议的时候 你要注意沟通的一些事项 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些东西点 你要了解这个业务逻辑 当然这里面只是也没法去给大家去讲这些业务逻辑 对不对 因为也没有也没有一个产品 去给我们做这个产品文档 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课程 这是课程 课程的点是在于这个学这些技术的东西 然后给大家这个技术 技术选型的东西 因为做完需求之后 剩下就是你做一个开发者自己的问题了 你自己要选择什么样技术选型 就刚刚给大家说的一样 是从UR角度来讲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 下面这几个table 你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 对不对 还有你这个整个app的架构 你可以用Java语言开发 或者是用Coslin语言开发都行 还有你可以选择MVCVP或VVM的方式都可以 无所谓对不对 还有你可以用Jetpack也可以不用 但是我们课程点要学的就是我们Coslin加Jetpack 这种方式去开发这个东西 我们肯定所以说这个项目架构也是基于这个东西的 我们是用的是一个MVVM的一个实验方式 当然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呢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Coslin加Jetpack加VVM这种设计架构呢 当然你可以不这么选择 但是我们课程点是学这个东西 当然学肯定有它的优势在一面 刚刚之前说过了 我们让我们的这个结构更清晰 代码量更为少 然后我们的这个代码更为健壮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点就在这里 所以这节课的课程就简单的到这里吧 下节课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讲一些 就开始动手去写代码了 写代码的就是说 让我们去一点一点是通过我们这个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去分析它背后看不到的一些技术点的技术架构 然后先做我们的基础的这个项目工程的底子 最基础的这个Basic的这些各种配置 各种依赖 各种技术选行库在里面 所以这节课可能先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